外星文明 另一鬼明 音乐绩暗 急区陆路 欢迎回来禁区陆路 没错 刚才我们讲完教主人生和向世伯出发 向世界出发 然后刚才有再提过 向世伯出发做什么 因为那时候有人改过 什么向世伯出发 帮他做头发那些 然后又讲了一些摩尼教 其实摩尼教的教主人生 摩尼教的走向是如何去到不同地方被迫害 讲了假设小话 其实摩尼说地狱黑仔王 也是的 他那边被迫到那边 没办法了 刚才有探谱过 真力教而始终复害面太大 转过来 别人找位入里路而入 我始终是讲宗教 大人一定要长谈what教义 教义上 你刚才在谈出了一些字眼 say clear 1语言说异中三制 2宗3制 对啊 3是哪个宗 Illtsy的宗 宗师的宗 czy7是 1代宗师的宗 就是 ener子的按照是制制制制制制的 或者都是国制制制制制制制的 有些譯法是國際的制 有些用制字的制 那誰很肯定就說誰是 因為他對魔尼教分析得比較深 都是屬於中國的學者 因為他始終是明教的前身 所以他很多文獻 包括現在最出名的敦煌石窟裏面 都有一點講述到他 明白,不如先講講前面的部分 始終現在分兩部分 雖然在教義上是覆蓋面甚不講 但最核心就是這裏 他二中是講光明與黑暗 就像索羅阿斯德教一樣 總之二元論,光明與黑暗 兩個分字 三制就是時間上的延續 就是講過去,現在,未來 或者叫一個比較專門的法 就是初制,中制和求制 對,所謂的初制就是 好像說光明與黑暗 兩個分字 光的當然有一齊所有好的東西 所謂的上心念思二等五個思維 或者可以叫做憐憫、誠信、聚足、忍辱、智慧等 這些幾個東西 總之是善良的東西 黑暗那邊就充滿著黑暗 醉惡、混亂 還有他的善王很特別的 善那邊叫做偉大之主 或者偉大之父 或者可以叫大慈父、明尊 或者可以叫大王 都可以的 你這樣也會拉他過來 好一點 始終的譯法不同 現在黑暗那邊就最簡單 黑暗之禍或者是魔禍 名字都… 對 都可以叫大魔王 對 一聽下去都很容易分到 對 對 初制就是這樣 中制其實只不過是說他們的 一種融和或者一種侵略 總之黑暗之王就是帶他們的部隊 去到這個… 總之你有的東西我也要拿 我要侵佔他的意思 那之後當然發生一連串的鬥爭 那光明的元素 那方面就開始克服到黑暗 那當然啦 整體的宗教理論 大家可以上去找資料 因為始終太長篇大論的東西 我們就無謂搞到大家這麼晚睡了 或者我講少許譯法 他初頭… 就是被一個精毒版 對 就說 在黑暗入春光明的時候 就奪得了所有的物質空間 就像星際啟示錄那些朋友一樣 黑洞 我反而那感覺好像入夜之後 對 然後呢 光明戰… 最後光明會戰勝黑暗 不過光明會昇華成一種叫做靈的方式 即是叫做虛無這幾類東西 所以為什麼… 一開始我所說的就是 他的光明性就是一個靈或虛無 而實際到他的物質 所有的物質都是黑暗 就是這樣 這裡聽起來 跟上集我們講的所羅亞斯德教 他議員那部分有一些相似 可能有少少少審暴 至終我剛才說 他原本都是所羅亞斯德教的教徒 而且有聽過聽眾 一聽為什麼這種虛無的說法 是極似律師帝主義的 因為律師帝主義就是 他那種認為物質是黑暗的 所以所有凡物質的東西都不好 聖靈才是最神聖的 所以他們提出是禁慾主義 算是一種 非常禁慾 禁慾這部分又… 講的意思不是不讓你吃肉 另外一種 禁慾又有少少回到其他宗教的感覺 是 即是你說再細講 就是有限 你始終涉及太多 總之忠祭的忠心思想就是 完美的化身就是魔力 魔力中會統一所有歷代的使者的教義 傳播最終的真理 後祭就是說 得到這個信仰之後 大地始終都充滿邪惡 之後所有光明都會被明家 即是拿走 最後都是好像末世主義 會有一些天賓地裂 會有一場大火 會有一些風吹走所有東西 最後新的樂園就會產生 最後被光明的王國融和 所有人都得到一個舊熟的東西 即是叫做昇華 其實他整個故事 類似好像有些從世紀 有些朋友 有些像 應該說 有部份是 有部份是 有部份是再混 他好像說 他很多教育 就是早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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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份又有一些 然後他的異言又有 你好像真的 每部份都會找到其他教育 就不知道是他影響了其他教 或是其他教育 影響到他 這部份 總之我覺得他有點像拿了基督教的聖經舊約的很嚴肅的上帝 他有部份是不承認的 某部份是不承認的 但他拿了他用 對 他拿了他用 就是他很嚴肅的 即是大王吃了女孩之後 我沒有吃女孩 沒錯 你這樣也有 你這麼無量 我繼承了新宿的圍園 新宿的圍園 即是新宿死了 你應該殺了他 我知道 好啊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會抽大王水 沒錯 都為時抽大王水 即是大家不斷要抹黑王 就很明顯 剛才看到那種議員對立在那邊 這個無辜的正義在我這邊 邪惡就在你對面 就在我對面那兩個 邪惡 沒有 我們的邪惡怎麼可以顯得你的光明 你承認了 你承認是抹黑 知不知道 光明不是收藏我們 我們刻意去抹黑他 讓他成為一個好像紛紛的受害者一樣 謝謝你 創造一個可憐的形象 即是怎樣 這些宗教一定要受迫害 所以大王要受迫害 沒錯 即是現在的意思是我要自己創立宗教 大王教 真的愈溫愈禁 那就繼續再講一下這部分 嗯 其實教義就是最主要剛才那些部分 就是最核心那一句 嗯 還有或者講回他一點點 就是講德教義 我們會講一點內部的制度 嗯 對現在的記載 其實他內部分為五個階級 他第一個階級就是十二務 他第二個階級就是七十二薩菠菜 他第三個就是三百六十默契色德 始終是譯名的 對很奇怪 我再講下去就更加奇怪了 大約他主事都是五個的 不如他由上傳傳傳傳傳下去 我估計整個寺廟 下層就不可以私自演繹其他的經典 不可以演繹經典的意思是甚麼 即是不可以解釋他的教義 是的 即是你是聽的 哦 你是聽的 你不要說 譬如我和Kao坐在這裏 聽大王講教義 他現在說 我Kao不明白 你現在假設 那個階級 即是我三個人 Kao的階級是較高的教徒來的 那他就可以出去 周圍過 跟憲哥 跟阿新叔 跟阿蛇去 講他的教義 教義 其實現在這部分是想表達些甚麼之類 如果我是低級一點的 那我就只准 剛才Kao在這裏講 我不要坐下聽麻煩 但我聽聽一下 我都想講麻煩 不如我站起來 我有開壇來講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我低級就不可以這樣做 是的 他始終有少少制度上規範了 可能他又傳到東方 那就可以說 不想分散得太厲害 因為這個原因就是 令到他的 在中國有很多寺廟 或者散失了很多經典 都是因為那個原因 因為他限制了階級 在中國方面 即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 可以接觸到 結果可能上層那些人不見了 下層那些人就沒有了 嗯 他當中那個叫做禮拜 即是他都會做禮拜的 不過他更加多 資料上他就說 不只說早午晚 還有早午晚之外 一天做聽說四次的 當中更加複雜 做譬如 不知點水 或者是奇聞 或者讀完整本的東西 你才行 始終那些資料都很殘缺 至少他可以說 那麼殘缺的資料 我都說 他會給任何宗教 祈禱文 或者做禮拜更加複雜 他每天都要做 那麼階級這方面 可能有時分層太多 叫做特色 嗯 但問題真的 可能令到之後 為什麼這些東西會散失散不見 也有關 還有繁複 真的太繁複了 有關 但剛才 卡爾哥開咪前 我去聊天 其實摩尼教 好像有十戒 有十戒 他也有戒律 是不是這字眼很佛教和紀錄教 真的什麼都齊 我講一下他的戒律 戒律就是 首先他有五個戒律 首先就是要真實 是不可以說任何謊 一定要接受教會這個權威 服從這個真理 還有他很有趣 他又說 有一個叫不害 不害的意思是 不可以從事傷害光明的東西 從事傷害光明的東西 就是不想你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 他很有趣 他說你不可以做耕田 不可以做一些採集 收獲 總之是傷害一些動物植物的東西 那吃什麼 他們好像佛教徒一樣 要問別人 那些叫什麼 寶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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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別人寶師 他不可以自己去拿 這些是傷害光明的東西 如果他嚴守了戒律 假設整個國家嚴守了戒律 所以為什麼以前佛教都會被迫害 不是生產 還有一個叫做禁獄 不可以有男女之事 不可以做任何直接間接 有利於繁殖的東西 其實就是殘存抹勞 對 還有不可以吃肉 不可以吃發酵的東西 不可以吃魚製品 只可以吃菜和水果 那些 真的滾不可以 對 所以他為什麼在中東那裡不行 中東高德是靠魚製品吃東西 對 很難生存 即是不用吃 真的不用吃 還有他要安貧 即是不可以 儲私機錢 不可以買任何東西 完全是清貧的生活 差不多跟和尚差不多 比和尚更加坦 對 真的十屆 但是溝溝溝溝裡面 都幾多佛教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們的界律 十屆 十屆反而很像基督教的東西 對 十屆 第一屆就是 不可以偶像崇拜 不可以 不可以邪魔外道 不可以信任何 神以外以外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 你不可以說惡言相向 即是不可以說粗口 即是身宿以後不用說話 對 不可以視俗神靈 不可以說謊 那些 第三屆都是 不可以不吃 不… 即是怎麼說 不潔的東西 噢 不可以吃肉 發酵的東西 即是那些始終發酵 對 即是這個 我好像是這個 好像猶太教那些 有時候要燒麵包 免得白毛 那些 那些 第四屆就是 不可以說對先知不敬的東西 第五屆就是 要忠於自己的配偶 只要假日 不可以怎樣怎樣 要 即是那些 一些叫做 行為 上是 令你一個人 好像很對 很單純 這裏有小小問題 其實他讀到十屆裡面 他說有配偶 那你又不可以做 繁殖的東西 是不是界律 就不准繁殖 但是然後十屆就是 不… 要… 要… 對… 所以那些教律很繁殊 即是出家不出家 我想問他這幾十屆的教律 是不是很多人是他的教律 全部播之後才再加進去 是 因為他這裏… 摩尼一邊走一邊自己死 即是這些可能是去到一些 基督教 又或者是佛教的地方 那時候再加進去 是的 即是原本 他最原本的教義 就是沒有這部份 就只是剛才我們說的二、三 那裏 其實他的教義 只是一邊走一邊死 即是龍門軍這樣會動 是的 即是他會繼續快調 繼續加進去 是的 所以傳聞他說 即是那個… 即是Android和IOS 不停更新 即是更新 是更新 他所有的經典或者著作 聽說是一千多本 但聽說會不會就是 太多內容 你回到這些內容是多到一個點 是… 犯博了 你已經教授一來要遵守 就很辛苦了 以為如觸手 我不會這麼說 犯博 有些教授一來 我要去我伴侶中心 那我首先要有一個伴侶 那你又不想我做什麼事 那他怎麼算是我伴侶呢 那有些事情 可能自己有A這件事 就打到B那件事 變成是很亂的 是的 所以… 很難相信 即是當時來說 而且他又繁複那些事情 那其實呢 他的十戒 其實一直都是說 不可以偷東西 不可以… 傷害別人 其實很像這個… 基督教的十戒 是的 或者是… 像摩西的十戒 是的 總之就是那些事情 基本上… 說多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大家上網看 那其實總之都是要尊重他人 不要傷害人 要敬拜上帝 那些事情 類似是 那… 其實呢 剛才你們大家都好像要反駁 那個… 即是叫什麼 戒律呢 是對一些出家人的收視 的東西 十戒是好像 在家裡 聽到你那些人 即是出家和不出家的分別 是的 那當然… 即是叫做我用Wi-Fi流亂 因為我還知道 即是用行動數據 你就可以有兩種的守則 是的 但是真的… 很繁複 是的 算了 總是你跟宗教的東西 都是很繁複的 如果你要跟足的話 基督教所有… 所有信基督教人 都會給我遮住頭 但你現在甚至聽到 好像要跟足很多我教的東西 真的很難搞 即是好像阿卡爾那樣說 理論上基督教… 即是他成人舊藥的話 理論上也是不可以吃豬肉 是的 背殼是否可以吃呢 好像是可以的 不過我… 很明白我就不知道 我記得好像是 猶太教不能吃背殼的 是的 那… 基督教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 因為… 有些教徒演繹就說 耶穌來了 他演繹了叫做 跟我們簽了新約了 所以… 可以吃豬肉 所以… 沒有的 你真的守得… 正一正就好 應該說你守到極致 你不如站在那裡 吸一下空氣算吧 等死吧 然後… 也是 有那個感覺 那… 其實教會是否在走向上 祝修龍還想說多些少 都差不多 因為… 都可以說他由一路 由印度 走到去… 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匯圓 匯圓 就是匯圓 好像是地區城的 匯圓 你當是新疆 對 他走到新疆 他靠新疆 即是當時的匯圓勢力 再走到當時的唐朝 即是有… 到現在的文字紀錄 就說有唐朝已經有所… 摩尼加在那裡了 因為他靠匯圓勢力才能進去 因為那時候很打 匯圓勢力 但是那時候唐朝已經開始中衰 因為那時候安史之亂之後 都還要問匯圓借兵這麼衰 但是泱泱大國問我借幾千兵 真的 真的 要打電話問是借兵 是 他感覺很固埃仔 不吃錢 借兵 別說笑著 其實我上集說明教 到最後真的完全詐騙地不說明教 其實明教 剛才竹秀雯說過 他這個前身或最基本的 其實就是魔尼教 是 可以多說一些 首先我第一個問大王 你對於明教 第一次有什麼印象 張無忌 魔教 魔教 即是被稱為魔教 吸聲大發 接著我就想起張無忌 卡哥真是宏偉道的聲音 爆了麥克風 他回來了 不好意思 我是想起金庸不下的明教 大唐雙龍傳也有 然後你想起來就會覺得 好像一群人是正義之師 始終張無忌在一邊 其實到那時候明教 很多人以為看了金大俠 他認為明教其實是拜火教 很多人 他自己認為是拜火教 因為金庸寫明教 記不記得明教 即是無論是電視劇也好 小說也好 他第一次寫明教是拜火的 哦 他經常有火爆 對 是拜火 所以有些人認為明教是拜火 應該說看完金庸的小說 就覺得明教是拜火 對 所以也引申認為明教就是拜火教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始終是金庸先生 所以只有一部分是自己道贊 還有他作為寫小說 也有些位置要有些氣勢 可能拜火會好一點 對 或者他自己認為是 他自己的調查後 有機會 還有他有時候 他有一些在《伊丁台》裡面 寫說 他說是總壇原子波斯 其實那時候的魔尼教已經複滅了 可以說大體上 在東方 在東方只剩下 在印度和中國的魔尼教 剩下這兩批 當然 在中國去到唐朝 唐朝剛剛開始 始終被他靠著戶友去慶勝全部 到他的明朝 為什麼有咬這個明朝 才有福望 可以說是在中國完全消失 但是明教在中國 至少真的有出現過 有有有 真的叫明教這個名字 有有有 尤其是有沒有什麼證據 會讓大家再看看 其實應該是來自《摩尼教》 因為剛才你也說 計算時間 那邊的魔尼教應該複滅了 是 總壇 但是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相信明教 其實是 源自《摩尼教》呢 這個我覺得 你相信 關於馬可伯羅 是 馬可伯羅 元朝那時候 叫做 有得理 你到處去逛逛 他在福州 那裡見到一群人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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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群人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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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很有趣 他們不拜偶像 不拜火 不信 莫罕默德 總之那群人是不像中國人 不像元朝的漢人 也不像基督徒 但是他們說 他們的信仰已經信了很多年 八百年了 已經有 馬可伯羅 研究過之後 之後就 叫做 當了他們是基督徒 噢 即是 忽必裏當了基督徒 但是其實 嚴格來說 他跟 基督教 有些不同 是 為什麼 是誰不同呢 馬可伯羅自己覺得 是啊 他們那群人 好像也信基督教 但是又不知道基督教 是什麼來的 然後 然後 或者我 說回一點點的基督 到 摩尼教 入了中國之後 首先入唐朝 唐朝 因為他信奉佛教 他當時不是靠梅日 他是傳播不到的 所以當梅日被人打敗之後 中國的唐朝 即禁 即禁你 即禁你 唐武宗滅佛 即禁 要滅佛之後 滅了摩尼摩尼 即禁 即禁 所以他們是 你可說 那時候還未完全消失 因為他變成了 地下宗教 地下宗教 對 散失 亦都去元朝 元朝的發病理 就有你 都不是很禁 你 又說 你只要 信奉朝廷 就可以了 所以明朝才可以上水 對 上水 一點點而已 都不敢上太陽 對 到朱元璋 即現在都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傳聞 為何朱元璋改革為明 有些人認為其實朱元璋是靠明教起家 對 可以這樣說 即是因為當時 應該是靠明教 因為元末的時候 雖然剛才說有很多萬戶人 福州有很多萬戶人 但他們不像有教會等等 他們覺得他們是摩尼教徒 往後 摩尼教 因為其實你去到福州 都有摩尼教的廟 如果你去考察等等 是有的 現在還擺在那裡 往後 摩尼教又轉了一步發展 慢慢在元朝末年裏 變得跟百年教 尼勒教 那些東西結合 慢慢變成了一些叫月餅的朋友 大家聚眾起事的時候 所以元末起事的時候 這個宗教 即是明教這件事 他混了很多東西 因為始終你明白 是不是這個月餅起事 這個教 聚合在一起 就變成明教 不是 月餅起事 只不過是一些當時的人 民間傳說 明教就是其中一個 明教他混了其他教 其實他吸收了其他教 因為尼勒教也是本身能吸收的 因為摩尼 就是在最後完活的時候 應該說是吸收了 一齊的教育 可能混合了 就變成明教的東西出來 即是要明確一點 因為那時候明教 可以說靠元朝那時候 恢復元氣 也撞得十分快 我可不可以說 很多時候有人會想 明教是否拜火教 然後看一些教義上 其實就不像 應該就是魔尼教 但問題 又不可以說 魔尼教 來個中土改名做明教 因為這件事就不存在 而是魔尼教 在原末 就吸收了其他一些 都是反政府 或者不反政府 或者零碎一些的宗教 所以合併了之後 才變成明教 對 加上逆陰 對 那時候當然 你得到江山之後 你就要想一些東西 你當時就靠這件事 來起家 但是 你雖然坐上來 但你始終還是有些東西 站不穩 所以 因為剛剛立國 他剛剛立國 站不穩的時候 他就開始禁絕了一些 叫民間 異端信約 對 包括明教 明教 有 有爆雲 他那時候總之是一些 叫 不是太正統的 總之是 偏門一點的宗教 都要按 又或者政治一點點說 因為 始終朱元璋是靠這樣起家 深知到秘密結社的很危險 對 還有大家 即他是黑社會 他當然知道黑社會有問題 在哪裡 歷史上大家知道 朱元璋都是所屬的方丈 對 對 而且方丈得來更堅強 對 對 你不死我睡不著 對 他是那些來的 下令禁 對 所以其實明教 他自此被禁絕了之後 他開始不參與什麼政治鬥爭 或者是一些 叫做 作為一個地方性的宗教來說 是沒事的 可以在地方上有些人的信仰 總之你不要搞那麼多 你不參與政治 就沒事 對 謝謝 禁絕 而且他也不給全家 清代聽說清代有少少的流傳 因為畢竟是清代成名制的 嗯 他說清代都是禁止摩尼教的發展 嗯 那很多 禁摩尼的禁明教 禁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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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明教發展 明教教徒出現的了 嗯 那時候好像日本呢 叫做德川家庵時代 都有人信基督教 但他所陣 但他不可以說自己是基督教徒 所以為什麼他們拜的 不要說是佛像 那些叫做聖母像 基督像 全部好像觀音 他們總之 不可以這麼明顯 對 也有的 所以現在比較多 就在福建那邊 福州那邊 比較有 對 比較地方性的宗教 但是現在還有沒有這個教存在 可以這麼說嗎 明義上 是複滅了 對 就是他有點很零碎 就是如果你說有沒有一些很零碎 就是有沒有一些很獨立自己信呢 就不排除 但明義上真的複滅了 對 你可以這麼說 他應該融入了 例如福建 他應該融入了福建的道教裡面 對 地方性的宗教 應該說他自己融入了道教裡面 對 融入了道教裡面 很常常說道教其實都是 雜伯加大成的 對 基本上混得很雜的 所以現在呢 那些人都會是 就是現在都會叫做很多學者去研究 開始研究 由唐朝開始 去到明朝 明清時代的 摩尼教 或者是明教 一些他們的變化 現在其實都有學者在研究中 開始上 因為他屬於很少數的宗教 至少都很少數的學者是得屬的 還有 至少他的文面 和紀錄都很殘缺 有些就是說 他原本有100頁書 只剩下20多頁 有些只剩下1頁 或者說回一支比較 另類的傳聞 這個傳聞就說其實 是否真是資料上演繹錯誤 還是純粹只不過是傳聞呢 真的沒有人清楚 沒有人知道這些 真是不知 明白了 看回時間 今集都差不多了 下集 我們還是繼續講宗教這個主題 不過說什麼 今次觸手人用回那招 下集才算 沒錯 當然 我錄了精神神就是 下集的題目 當然是下集才說 直鍵前我這個狼門 任我去搬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去 訂閱我的Facebook群組 YPR綜合吹水區 你為什麼這麼後才說呢 我們 你是不是之前開始宣傳的 我剛才沒說到 現在不再說一次 是不是 劍姐 你是應該踢爆我的 但我可恥 你們又不說 可恨 你們又不說 你們又不說 此可恨 各位記住 聽完節目 當然要上去 加入我的YPR綜合吹水區 Facebook群組 每逢星期二、四晚 就會在YouTube Channel上面 有YPR防送室直播 其實直播 都是播出我們二六部的節目 不過 現在 播完節目之後 就會有吹水環節 和大家即時在聊聊天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發展 囉